你在超市里排队 哦 不妙 有人朝你打了个喷嚏 感冒病毒被吸到了你的肺里 然后降落在你气管壁上的一个细胞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从最小的单细胞细菌 到巨大的蓝晶 到你 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被细胞膜所包起来 那是由脂肪和蛋白质组成的一层 又厚又软的物质 包围并保护着细胞内部 细胞具有半渗透性 意味着它让有些东西自由进出 但阻挡其他的东西 细胞膜上有很多突出的部分 它们都有用处的 比如帮助细胞吸附住临近的细胞 或帮细胞链接上营养物质 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都有细胞膜 但是只有植物细胞有细胞壁 它是由刚性的纤维素构成的 使植物具有结构 被打喷嚏进你肺里的病毒体 是很狡猾的 它假装是一个朋友 连到细胞膜上的一个突出部分 然后细胞让它穿过细胞膜进来 当病毒进入里面以后 细胞认识到它犯的错误 敌人到里面来了 特殊的美赶到现场 把病毒切成数块 之后他们把其中的一块 放到细胞膜外面 这样细胞就可以警示 它旁边的细胞有入侵者 旁边一个细胞看到了这个警示 立刻开始行动 它需要制造叫做抗体 会攻击并杀掉入侵病毒的一种蛋白质 整个制造流程从细胞核内开始 细胞核装有我们的DNA 那是一幅告诉我们细胞 怎么制造我们身体所需的 一切东西的蓝图 我们DNA的一部分指令 告诉我们的细胞 怎么制造抗体 细胞核中的酶 找到正确的DNA部分 在制造这些指令的备份 叫做信使RNA 信使RNA离开细胞核去执行命令 信使RNA到了一个核糖体 在一个人体细胞里 有一千万个核糖体 都集中在一个叫做内质网的结构上 这个核糖体解读来自细胞核的指示 它把氨基酸一个接一个串起来 制造成一个会攻击病毒的抗体蛋白质 但在那之前 抗体必须得离开细胞 抗体去往高尔基体 在这里 它会被包装起来向细胞外运输 包在一个由细胞膜物质组成的泡泡里 高尔基体也会给抗体指示 告诉它怎么去细胞的边缘 当它到了那里 包着抗体的泡泡融入细胞膜 细胞射出抗体 然后抗体去找病毒 剩下的泡泡会被细胞的绒体而分解 它的碎片被重复地回收利用 细胞在哪里找来能量去做这些事情 乃是线粒体的功能 为了制造能量 线粒体吸进氧气 这是我们需要氧气的唯一原因 然后它加上从我们吃的食物中来的电子 去制造水分子 这个过程同时制造出一个高能量分子 叫做三磷酸线杆 为细胞供给能量所用 植物细胞通过不同的形式制造能量 它们有液氯体 液氯体把二氧化碳和水分 与太阳光能量合成为氧气与糖分 一种化学能量 细胞所有部分必须一起工作 才能使一切步骤到位 你体内所有的细胞也必须一起工作 使你一切正常 人体内有很多细胞 科学家们认为 人体内有37万亿个细胞 如果你热爱学习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发布的全新视频内容 《包罗万象》 从通过猫科动物看世界历史 到在月球生存的必备技能 不一而足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